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新马中港台的朋友中午好 那今天非常荣幸会要新关国际明师访谈的现场来跟大家做一个短短的分享 好 那么我们这一个10月14号 我们在槟城会邀请老师远道从吉隆坡到北马去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会 那那个分享会是蜕变的魅力3.0 为什么是3.0呢 因为3.0是老师在马来西亚主办的第三场节目 对对对 那在过去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在去年的12月开始筹备 那在今年的3月呢 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第一场的推变的魅力 一直到现在总共有6场 那这是进入第三季 那在这6场里面呢有超过700位的女性学员呢来参与我们这个蜕变的魅力也获得这个马来西亚中国报还有爱美丽杂志的一个推崇 那好那我的朋友就是因为我的姐妹们就是因为在7月上了生命老师的这个2.0的课程过后 他完全整个人就蜕变了感觉到他的信心十足 他以前三年前他就计划要参加一个选美太太 不过基于信心上的这个不足 我们就遇到了老师 那我的姐妹啊 我们Muses and Wellness Academy 也是这一次并成这个1014的分享会的主要赞助商 他的创办人Annie Lai 就自从上了Sermaine Pant老师的课程过后 就整个人就充满信心和能量 结果他去参加这个马来西亚旅游太太的选美赛的这个参赛 那成功入围了 就是要谢谢老师把他的信心给找回来 OK 那基本上呢 我们做的这个蜕变的魅力很多人会问啦 他跟一般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就是激励课程有什么不一样 那蜕变的魅力他跟一般激励课程最大的不同呢 是因为我相信只有真正的用生命的里程碑 就是你真正生命蜕变的故事可以影响其他人的生命 那他不算是一个激励的课程 也不算是一个身心灵的一个补导课程 那他是一个什么呢 其实啊 在Sermaine的在寻寻觅觅过去10年哦 一直想要突破自己 从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 一个平凡的打公主 从如何呢努力的一直积极的突破自己呢 到在这过去的10年呢 就不断的就是达成自己所设定下来的目标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到 诶一个人如果真的要改变的话 第一个最大的挑战你必须把它拿掉的就是 他生命一定要有自己一个明确的目标 那在这个蜕变的魅力的过程 他不只是一个就是你底下创伤的一个医疗 他最主要给你的就是一个真正你想要的人生目标 而这个人生的目标是谁给你的呢 当然是从你发现你生命的这个最大的你的目的是什么 从中呢我们引发你找到你生命属于你自己最明确想要的目标 很多人他们都会在想一样东西 就说哎为什么一直没有机会上门啊 很多人都希望拥有机会 相信我机会是当你明确的知道自己的目标 然后开始所预见的才叫机会 对还是不对啊Amy 对对那面子书前的朋友哦 其实今天的这个访谈节目呢 是由中马新港台一起直播的 所以你们有朋友请邀请进来这个直播空间 那么香港的朋友大家好 有打个招呼是不是 哈啰香港的朋友你们好 我是Shamin Bang 我的广东话你们听得没有 我广东话几乎不好 哈啰香港的朋友哦 这是台湾的朋友 啊台湾的朋友你们好 那我刚刚才在台湾在1月份的时候去办年话 发现台湾好美好喜欢台湾哦 好美吧好美 台湾的美食不错吧 啊喜欢 我在台湾逗留了10天 希望啊在这个过年前又还可以回去办年话 再来这里呢就是中国了哎 中国的人直播哎 哎中国的朋友大家好呃很开心可以在这个 通过这个直播的认识你们 很希望很快的可以到中国呢还有台湾呢还有香港 跟大家分享如何推荐的美丽 最主要的面子书就是我个人的面子书 看到进来的粉丝也蛮多的 要跟他们打招呼 各位谢谢 因为我们要跟他们打招呼 这边有很多朋友 KL Chat 哈喽KL你好 为什么呢 李秀忠 这位是一个我综艺师的朋友 李秀忠综艺师 他也在现场 老师谢谢你的指申 李老师你好 李老师我们来聊一下 为什么女性 她们会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会失去自己的目标呢 如果一个人他想要突破 如果很迷失的话 他通常是两种可能性 第一他没有看到生命接下去的可能性 生命接下去的可能性 就是他在这个困境当中 或者现场当中呢 他每一天都过着被规律的生活 就是早上起床 去工作 然后放工 然后回到家 然后每个月很努力的就是赚取生活费 他没有看到忙忙碌碌之火 他没有看到他最大的价值感来自哪里 所以他会导致到这个女性 或者大部分的男女性都是差不多一样 他会缺乏价值感而没有安全感 那第二种可能就是因为他过往不断失败的经历 一直让到他很想 人最难做到的其实也就是这件事 就是我很想 我心里很想 但是我无法感到 那么我们想不想听一下老师个人的这个蜕变的故事呢 想吗 好 所以最简短 最轻松的方式 其实呢 雪明老师是 应该 我是出生于巴都巴哈 这边有没有巴都巴哈的朋友 就是巴都巴都巴都巴哈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平民的地方 就是非法屋 你有没有听过非法屋 对对 我出生在一个平民就是一个亚达屋 然后这个是一个非法屋的群 就是就是那个区了 那在这个过程从小的话呢 我就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家庭的困苦 还有很多祖父的心声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成长的时候 我会开始思考 哦 我的天呐 我长大以后是不是也要过这样的生活 这样的人生呢 那但是呢 那个时候呢 我觉得我不要 我应该有更美好 就是有有更 美好的人生 所以我才会期盼长大对不对啊 所以在我人生的9岁的时候 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重大的决定 我设定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目标 你人生的第一个目标在你几岁的时候啊 我吗 对对 应该是13岁吧 哇 给他一个掌声 那很棒哦 为什么呢 因为13岁之前的我很叛逆啊 那在13岁的时候也是很沉浸很叛逆 那直到我13岁因为参了一些朋友 都有不良的这些习惯啊 就是 Lepak Lepak 叫马语叫Lepak 我们喜欢Lepak 那直到我有朋友就因为Lepak 过了头 那打架 然后抽烟喝酒 那么有一个朋友其中一个就被捉进港广 那在那个时候我突然间觉得 到我的未来要这样子的吗 开始困难哦 要这样子的未来 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 好好的回去念书 嗯 所以才会有今天的能量 对对对 那我人生的第一个目标是 在我9岁的时候 9岁 对 因为我还早了 是 我非常渴望呢 拥有一个 自我价值的人生 因为我发现在我成长的环境当中 大部分的人 活着只是为了生存 活着 活着 生存 对 就是早两餐 回家让家人温饱 有些人活到100岁 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快乐 什么样的人生才叫快乐呢 哎 在我9岁的时候呢 我就希望可以变成一个 可以对社会贡献 然后我在10岁的时候 找到我人生的第一个偶像 她就是张小燕 张小燕 对 她就是台湾的一个名嘴主持 我非常非常的欣赏她 我觉得哇 这样的女性真的是很有魅力 她把她的生命的战伴得多么的灿烂 多么的美好 多么的受人尊敬 多么的带给大家娱乐 这是我很向往的一件事情 嗯 小燕姐其实挺棒的 她很多艺人都是她带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对 她培养了 栽培了很多阿哥级的这个主持人 那她也是我的生命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虽然她没有直接教我 但是通过这个欣赏和内阶的渴望呢 我就训练了我的这个分享的这个演说啊 分享啊 讲故事啊 这些变乐队啊 我都非常的渴望可以像她一样 那么有魅力的可以绽放我的人生 对 嗯 那么今天除了很开心的请到老师到这个访谈的节目现场 那么同时10月14号也是重要的日子 我们希望大家的出席支持这一项滑动 因为这项滑动其实老师并没有收我们导师费 对 那老师都是因为我们的热忱的邀请 我告诉老师我们北部的朋友呢 是非常热爱学习的 那北部的朋友也应该需要学习一下 如何找回自己的目标 于是呢 我们就很诚意的邀请老师 就到了我们北马去做这个分享会 那老师竟然答应不收钱 那非常好 我把老师吃饱吃柱 把老师述过去 这样子也会大家分享 10月14号约定你宾宾宾工作 10月14号星期六宾宾宾剑工 1点到4点 希望可以在现场 让大家很近距离的了解 我以老师的分享会 如何能够帮您找临人生的重要决定目标 北马的朋友 有很重要的信息 我要告诉你 我要带给您 为什么您一定要来参与推荐的魅力 最主要的就是如果你是非常渴望突破现状 我将会用我真实生命的蜕变的故事来告诉你 我是如何办到的 那我过去办到了什么呢 我从原本的一个平凡无奇的家庭主妇 为一个平凡的打工主 我如何在三个行业的领域里获得第一名 那我如何在一个平凡的无奇的家庭主妇呢 然后呢如何可以变成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 认证的合格奖师受邀超过1000个平台 超过400多场的分享会 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我的梦想 那我怎么样让我的梦想持续的实现呢 那这个东西我要告诉你 尤其是如果你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的理性 你可以来 我将会告诉你 我过去十年前我拜访了四位 世界第一名的顶级的这个能量大师 智慧学大师 怎么样呢 通过提升我的状态 提升我的智慧呢 去一一的实现我的目标 找到我人生最佳的方向 然后第二呢 就是当我们有了明确的方向 可能你也是拥有明确的方向的 现在啊 你一定很渴望拥有成功人士 如何达成目标的方法 其实它是一个formular 它有一个方程式我想要把这个方程式呢 在我这个分享会送给大家 如果不反对想要了解世界成功人士是如何实现目标的方法的 你下个星期六的一点钟 到四点钟一定要来到我们比内的institio来参与我们这一场蜕变的美丽 让你看到蜕变后的自己 最重要的我要告诉你 如果你拥有方向和方法 你还不能成功是因为一个关键 你想知道什么关键吗 什么的好事 因为你还没有能够真正的吸引顶尖的人脉 就是在你的你的力和资业以上的人来帮助你达成你目标的方法 我要在这个星期六下个星期六的中午的一点到十点钟呢 来一一的把我老师所教我 我这十年不是只是学 我本来一次又一次用这个方式 用这个方法呢 apply 然后导致我可以一一的达成目标的方法 我想把它送给你 希望你可以来参与 希望我诚心的邀请能够打动你 谢谢 谢谢大家今天的关注 那喜欢的朋友请点赞 同时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可以帮助到更加多的朋友 请把它分享出去 好 非常谢谢就是我们的MUSES的创办人Annie Lai 还有就是我们新闻国际民事访谈的创办人 我们Annie Ng的邀请 非常谢谢你们 那槟城的朋友我很期待跟你到时见 除了槟城击打座的朋友 也可以去槟城上课 因为从击打去到槟城只需要区区的一个多小时 不过将会让你终身受益 希望真实的分享能够帮助到大家 或者是我们一起学习成长 也是我多一次的人生成长的体验 好 就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这一期的新闻国际民事访谈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现在为止 因为我们现场还有录影 哦要跟就是台湾的朋友 台湾的朋友 嗨台湾的朋友 对这一次的访谈就在这边 很快的呢 可能我们就会去到台湾跟大家来见面 那中国的朋友 中国的朋友你们好 你们好 同时也欢迎中国 跟台湾的朋友 有缘的话 大家马来西亚见 对 同时也欢迎访谈访谈访谈论 感谢观看